公元1066年 建造了伟大的巴本寺的 幽托耶迪多巴摩二世区史 他的弟弟和丽莎巴摩三世 继承了王位 没有碑文记载这为国王的故事 但是相信他是死于叛乱 公元1080年 来自赫勒高原的 蛇野巴摩六世 利用泪乱夺取了王位 他在位期间 除了在自己的家乡 建造了批麦寺之外 几乎没有建造其他的神谅 批麦寺位于今天 泰国东北部 纳空勒查司马府的批麦县 公元1107年 蛇野巴摩六世去世 他的哥哥 陀罗尼英陀罗巴摩一世 继承了王位 这位没有什么野心的国王 在公元1113年 死在了自己侄子的刀下 这个篡位者就是 吴戈王朝其中一位最伟大的国王 苏利耶巴摩二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利耶巴摩二世 1113年至1150年在位 其间不断扩张领土 成就了吴戈王朝最广阔的疆域 据说他最终死在了征战的途中 信奉皮尸奴的他也耗尽自己的一生 建造了吴戈王朝最伟大的建筑 安国瓦 今天大部分的中文资料 把它翻译为五个枯 枯在中文里有两个意思 一是洞穴 二是比喻某些人、事、物、聚集或杂储的地方 多具反面的语义 所以把安国瓦 称为五个枯是很不严谨的 称为五个枝更为合理 另外在五个遗址范围之内 以安国命名的只有安国瓦和安国通 安国通的意思是大五个 所以安国瓦也被称为小五个 我个人也更习惯称其为小五个 小五个原名为 意思是皮士奴的神殿 学者认为其设计者是苏利耶二世的首席顾问和大臣 并且有着神的荣耀的婆罗门 小五个是这一区域唯一朝西的神庙 这是印度教陵墓的惯例 所以小五个也被认为是苏利耶拔摩二世的陵墓 不过神庙内并没有发现他的关过 小五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古迹 被视为世界上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他完美的建筑也是高棉建筑艺术的代表 从1863年开始 小五个就成为柬埔寨的标志 出现在国企之上 直到今天 小五个包括护城河东西长1500米 南北宽1300米 占地面积约两平方公里 护城河宽190米 深4米 有运河与鲜利河相连 有防洪和灌溉的作用 还是保障小五个屹立不倒的关键设施 柬埔寨每年有六个月雨季 降雨量占全年的88% 造成了旱季和雨季时 地下水位巨大的变化 小五个的地基原本是充满水分的沼泽 在建设的时候 取走了原来的泥土 换上了石头 稀沙 还有一些稀水的材料 伟大的高棉工匠门又挖掘了190米宽的护城河 雨季的时候除水 旱季的时候供水 维持了地下水位的稳定 防止了雨季时地基的隆起 旱季时地基的塌陷 可以说地基就像一艘大船 浮在水上 拖着小五个 小五个只有东西两侧的护城河 才有引道 东引道更像是一条土路 西引道则为沙岩铺设 长200米 宽12米 中部还有座十字形的平台 两侧有台阶可以到达水面 护城河内是小五个的第四层 这层为红土岩的围墙 四面各有一座门楼 因为小五个朝西 所以西门楼的规模最大 其余三座门楼只有一个入口 西门楼共有五个入口 总长度为235米 中部三个入口供人使用 中央入口据说是国王专用 两端的入口没有台阶 且内部的空间巨大 是供大象通行的巷门 中部的三个入口上方还见有塔 这是西门楼独有的 西门楼南侧的入口到塔内 有尊八个手臂的皮尸奴的雕像 据说这尊雕像原本共有在小五个中央塔庙之内 在柬埔寨国家的信仰从印度教转变为佛教的时候被搬到了这里 当然当地人也把他当作佛像来朝拜 塔庙东侧门框内的弹孔是柬埔寨内战时期留下来的 穿过塔楼来到门楼的东面 入口的南侧的外墙上有尊露着牙齿微笑的阿普萨拉 这尊阿普萨拉雕刻惊喜 服饰精美 一点不熟今天的时钟 从西门楼到主神庙的引道长350米 宽9米 引道两侧是Naga栏杆 有短的方形的柱子支撑 可惜保存的状况都不太好 在引道的中部南北两侧各有一座藏进阁 藏进阁的东面各有一座水池 是欣赏小五哥日出的最佳位置 在引道的尽头是一座双层的十字形露台 称作王台 在古代是庆典时舞蹈的场所 现在的柬埔寨政府也在此举行一些国家庆典 王台连接着小五哥的第三层回廊的西门楼 小五哥第三层坐落在三米高的平台之上 这里的回廊是双层的回廊 内侧是半圆形的主回廊 外侧是四分之一软的侧廊 由双排的十柱支撑 内侧的十柱支撑着主回廊 外侧的十柱和内侧的十柱之间则是侧廊 回廊这一高棉建筑风格在这里发展到了顶峰 第三层的四面都有门楼 其中东西两侧的门楼有三个入口 南北侧的只有一个入口 回廊内壁共有八幅巨型的浮雕 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 浮雕的内容主要是来自于两部伟大的印度士师 罗莫延纳和摩侯婆罗多 此外西南角和西北角的塔楼内也有大量的浮雕 西面回廊南侧的浮雕是巨颅之野大战 浮雕描绘的是巨颅族和班渡族的大军在巨颅之野大战的场景 完整的故事请收看我讲的摩侯婆罗多的影片 浮雕上巨颅族从左往右行进 班渡族则是从右往左行进 双方的指挥官被雕刻成更大的尺寸 驾着马车或者骑着大象 行进在队伍的中间 当然也少不了那些著名的英雄 比如躺在剑床之上的皮尸膜 还有试图松动被陷住的车轮的加尔纳 在他的对面 黑天驾着战车 在这阿州那射出了致命的异箭 还有骑着大象 拿着罗侯徽章盾牌的是布军 西南塔楼内的浮雕内容主要来自于 罗摩也纳和黑天的故事 大部分的浮雕内容和女王宫相同 比如瓦丽之死 罗伯拉撼动卡拉萨山 爱神之剑等等 完整的故事请收看我讲的女王宫的影片 这幅浮雕是黑天举起牛增山 依据印度教传说 黑天认为牛增山为牧民提供了生活的来源 便让牧民崇拜此山 而不用去崇拜阴陀罗 阴陀罗因此被激怒 连降大雨想要淹没此山 以及当地的居民 黑天用手指举起牛增山 使人们躲过了这场灾难 最后阴陀罗认输 并对黑天表示敬意 这幅浮雕是陀罗伯地的宋水节 关于宋水节的详细内容 请收看我讲的罗来斯的影片 南面回廊西侧的浮雕 是苏利耶巴摩二世的出征 这幅浮雕再现了当年苏利耶巴摩二世出征的场景 整幅浮雕共有20个起着站向的指挥官 可以根据散盖的数量来判断他们的地位 在浮雕大约10米的地方 苏利耶巴摩二世坐在宝座之上 接见大臣和将领 浮雕下方是坐在轿子上的妃子 以及随军出征的乐队 站在大象上的这位也是苏利耶巴摩二世 他手里拿着宝剑 周围围绕着15顶的散盖 浮雕的末端 骑着大象的指挥官带领着一对手持长矛 发型特别的鲜罗的雇佣军 棋杆上是骑着嘎如达的皮尸奴 苏利耶巴摩二世将他视为圣物 祈求自己的军队能够取得胜利 南面回廊东侧的浮雕是阎魔的审判 和天堂与地狱 阎魔是审判之神和地狱之神 在浮雕的中部 18只手臂的阎魔拿着拳杖 骑着水牛审判着罪人 这幅浮雕描绘了37重天堂和32重地狱 浮雕展示人们在地狱受到惩罚和酷刑 和中国文化里面的是相同的 这段回廊为坍塌后重建 所以也复原了天花板 是整个第三层灰狼中 唯一有天花板的部分 从中也能感受到当年的辉煌 东面回廊南侧的浮雕是搅拌如海 这幅浮雕算得上是小窩哥最有名的浮雕 完整的故事 欢迎收看我讲的搅拌如海的影片 东面回廊北侧的浮雕是皮士奴大圣阿修罗 据考证这幅浮雕应该是在16世纪的时候雕刻的 而且雕刻的比较深厉 浮雕展示的是皮士奴和阿修罗之间的战斗 在这段回廊的测廊外侧有几座没有裙子的阿富萨拉 雕刻的也很粗糙 应该也是后来不刻的 回廊旁边有座浮雕 是在18世纪初的时候见的 北面回廊东侧的浮雕是黑天大神巴娜 八个手臂和很多头的黑天 在儿子和大力罗摩的陪伴下 骑着赶路打向巴娜推进 前手的巴娜驾着狮子拉的战车迎战 黑天扔出法轮 砍掉了巴娜的前手 只留下了两只手 最后士婆神同意饶恕巴娜的性命 士婆神的妻子乌玛 还有他们的儿子 巷头神甘内沙也一起出现 这幅浮雕的雕刻记忆是整个第三层回廊中最差的 明显能够感到比其他浮雕都要粗糙 北面回廊西侧的浮雕是天神大战阿修罗 这幅宏大的史诗般的战斗场景描绘了21位印度教重要的绳制 浮雕最有趣的部分是众神骑着他们的坐骑 主要的绳制包括 库贝拉就是财富之神骑在夜叉的肩膀之上 阿根尼就是火神骑在犀牛拉的战车之上 塞剑陀战神骑着孔雀 阴陀罗天神骑着大象埃罗婆多 皮士奴四个手臂骑着嘎如打 阎魔审判和地狱之神在水牛拉的战车之上 尸破神在公牛拉底拉的战车之上 凡天创造宇宙骑着神鹅 苏利耶太阳神驾着战车 瓦如纳海神站在马卡拉之上 西北的塔努内的浮雕内容主要来自于罗摩尹拉 这里最有趣的浮雕是奢沙托着皮士奴 飘在如海之上的场景 下方是骑着坐骑的八个方位的守护神 他们请求皮士奴开启一个新的世界的轮回 这八个方位神分别是 库贝拉守护的是北方 瓦如纳守护的是西方 塞剑陀守护的是西南 风神发右守护的是西北 阴陀罗守护的是东方 阎魔守护的是南方 阿奇尼火神守护的是东南 然后最后一个推测守护东北的是基督 这幅浮雕是黑天带回马尼帕瓦塔山 恶魔偷走了曼陀罗山的顶峰 马尼帕瓦塔山 并解走了阴陀罗的妻子 黑天战胜了恶魔解救了阴陀罗的棋子 带回了马尼帕瓦塔山 画面中皮士奴左侧站立的就是阴陀罗的棋子 西面回廊北侧的浮雕是楞加大战 浮雕描绘的是罗摩兄弟率领猴子大军 在楞加城和罗伯纳的军队决战的场景 完整的故事请收看我讲的罗摩眼纳的影片 虽然战斗是紧张的 但猴子还是改不了顽皮的天性 卢哥的工匠把猴子的天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浮雕之上 可能是因为浮雕太精美 浮雕已经被参观的游客摸得发亮 已经出现了包浆 很多人认为包浆是保护层 其实不然 实际上手上的汗水会渗透进到石头里面 让表层的石头会出现一个壳 最后这个壳就会脱落 所以我在此呼吁 在任何地方游览的时候 都不要触摸任何的浮雕 不仅是在乌哥 也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 小乌哥西面第三层的回廊和第二层回廊之间 是田字形的千佛殿 这一称呼源自于十六世纪 此时柬埔寨的国家信仰已经变为佛教 信徒们在这里安放了上千尊的佛像 但大部分的佛像 在柬埔寨局时动荡的时期被搬走或者破坏了 现在回廊的南侧还保存着少数的佛像 其中最大的一尊是施无畏印的佛像 原本佛像的无畏印只是一只手抬起 而这尊佛像却是双手都抬起 本地人说 佛像安放在此是为了抵御仙罗 所以朝着仙罗所在的北方 中央的十字回廊把千佛殿隔出了四个天井 每座天井其实都是一座水池 每座水池都配有台阶 是当年朝拜前沐浴的地方 千佛殿内的回廊与第三层回廊相同 也是主廊加侧廊的双层回廊 回廊内以及柱子上面满是精美的浮雕 墙上雕刻着大量的阿布萨拉 门楣上雕刻着皮士奴的故事 部分地方还保留着原始的深红色 十字回廊在当时是新国王登基时 举行皇家仪式的场所 国王要在回廊的中央对国家表示忠诚 完成仪式后 国王要来到回廊北侧的房间 这个意思是敲击胸部的大厅 我把它翻译为回音殿 国王在这里敲击自己的胸部 发出的声音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形成回音 以祈求带走精神和肉体上面的痛苦和疾病 现在游客到此也会敲击自己的胸部 体验下回音殿的神情 也祈求健康 千佛殿内有很多后人留下来的笔记 有书写的也有雕刻的 有中文的缅甸文的日文的 当然也有柬埔寨文的 有的记载了当时小吴哥举行的宗教活动 有的则是到此一游的劣迹 其中日本人森本一方在1632年留下来的笔记 就是有人早于亨利莫奥发现吴哥的证据 佛像旁有个算瓜的摊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求个签 其中一种求签的方式是将一叠用宗堂书也制成 并串在一起的书举过头顶 然后用一个小木鞋插进书里面 内页的内容便是签文 摊主会读出签文 然后绑条红绳在求签人的手上 当然还会送上一大堆祝福的话 功德随意放入功德箱即可 小吴哥第二层回廊东西长约115米 南北宽约100米 高出第三层5.5米 第二层新门楼的三个入口 以楼梯和千佛店的三条回廊相连 其余三面的门楼则只有一个入口 回廊外墙的外侧装饰着假窗 而内墙和门楼则是真正的窗户 无论真窗假窗都配有七根窗鳞 第二层回廊内墙外侧布满了阿普萨拉 而外墙外侧只雕刻在门楼和角楼的位置 这里的阿普萨拉数量众多且雕刻精美 他们梳着不同的发型 戴着不同的首饰 手挽手肩并肩 成群结队像是去参加舞会 在东门楼入口的外墙北侧 有几尊没有完工的阿普萨拉 现在看来像是雕刻流程的展示 在新门楼内墙北入口的北侧 还有另外一尊露着牙齿的阿普萨拉 这里的门楼以及入口的三角楣上 雕刻的都是罗摩眼纳中的场景 但是大都风化严重 第二层回廊院内的西面有两座藏金阁 架高的十字引道连接着两座藏金阁 以及第二层西门楼和通往内层的主楼梯 南侧的藏金阁便是花样年华中 梁朝伟讲述秘密的拍摄地 具体位置在藏金阁东门的左侧 看过电影的朋友一走近就能识别 小吴哥的内层是整座庙宇最高最神圣的地方 坚普雷人把这里称为巴干 意思是天堂 巴干的底座高12米 顶部边长为60米 由五座梅花状分布的塔庙和回廊组成 中央塔顶到地面的高度为65米 每面有三条楼梯通往顶部 楼梯的坡度达到70度 西面中央的楼梯坡度最缓大约50度 据说是国王专用的 在巴干的底座南面有条带扶手的楼梯 它被称为爱情楼梯 1973年有对法国夫妇来到小吴哥旅游 妻子在攀爬这段楼梯时不慎跌落而亡 为了纪念妻子 也为了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 她的丈夫于次年捐款修建了这条楼梯 现在柬埔寨政府在巴干的东北角 设置了木制的楼梯 其余的楼梯则全部封闭了 目前 巴干的游客接待数量限制为100人 管理员会向登上巴干的游客发放参观证 当100张参观证发完 排队的游客只能等待之前的游客参观完毕之后 交还参观证才能够有新的名额 巴干是小吴哥最神圣的地方 登上巴干有着装的要求 不能戴帽 不能穿无袖的上装 下装必须着过膝盖 在小吴哥其他区域则没有着装的要求 另外 柬埔寨每个月有四天为佛日 佛日的时候巴干也是不开放的 想登上巴干 请提早做好各项的准备 巴干的五座塔庙象征着须弥山 它是印度神话里面的世界的中心 中央塔庙以回廊与四角的塔庙相连 构成一个田字 小吴哥第四层西门楼里的巴贝皮士奴 原本应该就是供奉在此 在十四十五世纪 随着柬埔寨国家信仰的改变 小吴哥也变成了佛教寺院 中央塔庙四个入口 也供奉的都是佛像 直到今天 巴干的三角眉和门眉上的浮雕 都是罗魔眼纳中的场景 此外还有大量精美的Apsara 分布在各个角落 下期我将专门讲解小吴哥的游览 以及拍摄攻略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